8gram的俄语用户也很好奇,俄罗斯国防部8gram账号出现这次失误的原因,他们纷纷在8gram账号底部留言,询问俄罗斯国防部,你们被黑客入死了吗?发生了什么事? 对,然而,当这张照片最终被删除时,有一些粉丝要求将他们美丽的女孩重新看登上官方账号,推特用户也很快加入到了对这张照片的辩论中,他们嘲笑了俄罗斯国防部方面,此次遭遇的尴尬,并保证俄罗斯国防部社交账号安全,的规定产生了质疑。 一位推特用户表示着,对于俄罗斯国防部允许账号管理员将用于发布官方消息的设备带出办公室工个人使用的政策十分惊讶。 如果有严格的管理,意外上传一张布雅图,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公共惨剧。 一些用户则取笑称,官方账号上出现布雅图表明,俄罗斯国防部正在转向一个全新的军事化程度较低的战略进行转变,而照片中的女子也因为她的相貌受到攻击。 一些评论者认为她太瘦了,但也有人为她辩护,并对那些转发和分享照片的人进行了抨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